人生哥就说我养什么花就死什么花 有没有养不死的花 好多话有人老是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款就是怎么养都不死的花 我说有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这种花 你能猜到吗 有钱花问题 养花哪有不死的呀 我都八九年了 在我手里面死的花都有十几万了 抽吧 有年年养死花 年年养死花 给人家养的也是死 自己养的也是死 这个养花 怎么说呢 总结一句话就是死的多了就会了 有的话有人说 你这个经验怎么那么多 就是养死的多 还有一个呢 就希望大家养花的时候 就有一个平稳的心态 养花本来就是修身养性 本来就是消磨时光的 它是一个兴趣爱好 对吧 你非得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去搞 你也不用搞科研 这都帮你研究过了 什么花都是光水土气肥 你就记住这五个字 你说光照 光照拿脸皮子去感受 只要你脸皮子晒不爆 那植物晒就没事 你只要你皮肤觉得很温和 它完全OK的 浇水干湿循环 有个花手还问这个问题 我说谁没尿个裤子 干了你在尿啊 你给我闺女尿床一样 她这块尿丝了 她还知道趴在个干地方 她再尿就再尿去了 你不能老是漆子呀对不对 植物不一个道理吗 没有空气的不长根 用土你只要松软透气 你不想买土你用沙子 对吧 你只要别忘了给它浇水 别汗死它 不就问题不大吗 最后一个是你又记住了 只要基本上90%的植物 不低于5度 它都冻不死 肥料你就选个通用型的 会玩的背马蒂丝了 或者说你们用的那些花了多了 花多多了 这不都行吗 很难吗 你花肉如果说在纠结 养什么花的臭宝 你就记住一种花 有钱花 你要让我再给你推荐一种 用使劲花 希望各位臭宝的 天天有钱花 使劲花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难一 白了白了